好,请大家看到八十七十一第33页 那今天继续跟大家介绍 国法身就是有四个能表意 那其中呢,就是自信身 还有呢,智慧法身啊,已经讲完了 那然后,今天要讲的就是第三,报身 好,帮我念一下 第二,从报身中分信像及界限二种 具有五决定之就近色身,是报身之信像 界限为佛地中有 彼等由许三十二项,乃至是为佛随好之间所说 好,那报身呢,它的内容可以分为 就是现象,然后界限,它没有这个分类啊,没有分类 那,自信身的话呢,它有两种分类嘛 那,然后就是说,智慧法身的话也有分类啊 但是呢,但是呢,报身是没有分类的 所以首先,现象的话呢,具有五决定之就近色身 就是要具备啊,五种的决定 那又是色身的 那这个呢,就叫做什么呢?就是报身 因为这个色身呢,它有两种啊,色身就是报身和化身 两种嘛,那具备五决定的这样的色身的话 就叫做报身 那不具备五种决定的这样的色身的话 就叫做化身 所以说化身和报身的这个,它们的差异呢,就在这里啊 就是要看什么呢?就是有没有具备五种的这个决定 如果是具备五种的决定,这样的色身的话就叫做报身 那没有具备的这样的色身的话就叫做什么化身 那四身当中啊,这个报身和化身,它是不特弃了啊 它是不特弃了啊 那然后,那什么呢?就是自信身的话呢 它只有常法,就是没有无常的,没有无常 那然后智慧法身的话呢,它是属于心法 它是属于心法 那界限的话呢,就是唯佛地中有 只有佛地那个地方 那彼等有随许三十二相,乃至是唯佛随好 这个中间的,就是它就是完整的讲到了什么呢? 讲到了这个什么,报身和化身 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讲义 看到了吗? 看到了 好,那第三,讲说圆满报身 讲说圆满报身有二,略是 广说,我们把它分为就是两个科判 首先呢,就是略是 有三,连接本诵解说 连接什么呢?就是已经讲说了这个前二生 之后呢,接下来呢 当然是圆满报身 那第二呢 诵于十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性 受用大圣故,明佛受用神 其實這個藏文裡面,這個報神的名字就是這樣講的 龍聚如鼓,就是龍聚如鼓,就是有四個字嘛 龍聚如鼓,龍聚的話就是受勇,如是圓滿,鼓就是身,就是這樣 那縮寫的話就是龍過,就這樣報神 所以在這個寄送當中,他就有講到受勇這個字 那解釋的話就是徐三十二項 經中呢,就是認為,就是劇組三十二項 還有呢,八十隨好,這樣的性,就是體性 具備這樣的,就是像好這樣的兩種的體性的什麼呢? 這樣的不特切落 也就是說,文語注在什麼?色究竟天的,見的色神 就是報神 那為什麼叫做什麼?就是受用圓滿報神呢? 因為呢,受用大聖故 那明佛受用神,就是為什麼要叫那個受用呢? 因為呢,就是跟他的眷屬,住於十地,諸大菩薩 那共同享用大聖法之歡喜 因為他們呢,就是共同享受 因為他們呢,就是共同享用這個大聖內心啊 就是生起了這個歡喜 還有呢,無漏的這樣的安樂 然後無罪等等這樣的享用大聖的這個法 所以呢,就叫做什麼?這個報神呢? 稱之為受用圓滿寶神 受用圓滿,圓滿神,就是受用圓滿神 那,呃,定義的話呢 它的現象的話呢,就是具無決定之色神 呃,跟那個八十七十一的這個現象有一點不一樣 八十七十一,七十一裡面呢 它講到了就是究竟色神,對不對? 呃,但是,呃,佛稱的這個什麼?就是辯息裡面呢 它沒有提到這個究竟 所以呢,我這裡呢,就是只有寫色神 沒有寫究竟色神啊 就是具有決定,呃,具無決定之色神 即報神之性相 那這些呢,為佛地中有 那為什麼稱之為啊,就是相,還有呢,隨好呢? 就是其理由是象征 它能夠象征什麼呢? 就是自相訊當中的這個佛特切羅 是,什麼呢? 大士夫,也就是說大聖,對不對啊? 能夠象征自己是大聖 所以呢,稱之為什麼?就是相 那為什麼稱之為隨好呢?就是令他人推之 也就是說,看到他的這些隨好的時候啊 那,呃,對方呢,可以推測出來 呃,這就是他的什麼呢?呃,就是佛特切羅的這個功德 就是佛的功德,所以就叫做什麼?隨好 就是,呃,看到他的這些什麼,呃,八十隨好的時候啊 啊,八十好的時候呢,那隨著他的這個什麼推測 那可以什麼呢?知道這就是佛的功德 就是這樣的,就叫做什麼呢?隨好 那這兩者的差異呢?就是說,隨好就是為什麼呢? 相為主,隨好呢,為眷主 所以說,他這兩者的關係的話呢?就是主眷的這樣一種關係 第一種說法 第二種說法呢?就是有法與法的這樣的關係 相就是有法 然後呢?呃,隨好的話呢?就是法 然後呢?呃,隨好的話呢?就是法 就是這樣 那,無決定的話呢?它指的就是第一,處決定 啊,就是無決定啊,指的就是處決定 呃,眷屬決定,呃,呃,法決定,呃,神決定 呃,時決定,呃,就是見,呃,五種決定啊 那首先呢,呃,處決定 就是處所的這個決定啊,呃,他居住的地方 是什麼呢? 呃,圍住於色究竟,密言插土 所以呢,報生啊,他居住的地方呢?只有色究竟天 啊,這個天呢?不是我們在講的三界當中的這個色界 就是三界當中的這個輪迴的這個色界啊 所以呢,色界應該呢?可以有兩種 就是屬於輪迴的這樣的色界 那,非輪迴的這樣的色界 那在這裡講的就是,嗯,非輪迴的這個色界的密言插土 有這樣的一個,就是,啊,佛徒嘛 就是這個地方呢?就是報生他所居住的地方 這個是什麼呢?就是處決定 那第二呢,眷屬決定 那他旁邊的這些所畫呢,有哪一些啊? 就是旁邊的所畫 一般呢,佛的所畫就是有三聖嘛 身為獨覺,然後大聖菩薩 那然後的話呢,就是包括這個 一般未入道的這些,就是有機緣的這樣的所畫嘛 但是呢,這個報生的話呢,他旁邊的這個所畫 也就是說,嗯,在他做前 就是聽法的這個所畫的話呢,只有十地的菩薩 應該說大聖的什麼呢?就是,啊,菩薩聖者 就是菩薩聖者,沒有什麼其他的什麼小聖身為獨覺 就是一般的這樣的,就是沒有啊 所以我們從這裡可以知道,就是,啊,這個報生呢 只有大聖的菩薩聖者可以什麼呢?清見 那除此以外呢,就是沒有辦法清見 啊,一般來講的話就是這樣 那然後第三的話呢,法決定 那他對於這個所畫,大聖的菩薩聖者呢 啊,就是,也就是說,講的就是大聖的教法 因為他的什麼所畫呢?啊,他旁邊的這個所畫呢 他旁邊的這個所畫呢,就是只有大聖的菩薩嘛 所以呢,他只講大聖的教法,不講其他的就這樣 這個是決定的啊 第四的話呢,聖決定 聖決定,就是聖的這個功德呢,就是說 有二十,就是三十二項與八十號專頁 那然後第五的話呢,時決定 就是時間的這個決定啊 注釋乃至輪回未空之際 他可以注釋什麼呢?輪回未空 輪回還沒有什麼呢?空的之際啊 他就可以這樣注釋 那下面的話呢,就是我把這個 現關辯息裡面的就是有一些,這個什麼呢? 就是對於這個報聲的,有一些內容呢,我就是把它就是總結起來呢,寫成這個什麼?這個論事啊 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我們就可以從這個裡面呢,可以討論 也可以知道報聲它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什麼,就是佛聲 好,那麼報聲居住的所謂究竟天 我們剛才不是說了嗎?報聲要具備五種的決定 那其中呢,有一個決定就是處決定 那在講處決定的時候,它是什麼? 微居住於色究竟天,對不對啊? 那這個色究竟天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色究竟天啊? 因為我們一般在講這個什麼,常定的時候啊,都會講到這個色究竟天嘛 那一般在講的色究竟天,它是一個什麼呢? 輪迴的這樣的一個色究竟天啊 那在這裡講到的色究竟天呢,它到底是什麼樣的色究竟天? 那有人回答說,是色界十七處中的色究竟天 啊,如果這樣認為的話,那是不合理的啊 為什麼呢?就是色界十七處中的這個色究竟天的話呢 啊,因為彼是真實輪迴處處所 因為色界十什麼十七處的話呢,它都是輪迴啊 它都是一個輪迴 為什麼說是真實的輪迴呢? 因為在彼處有以夜煩惱力所受生之不特且羅固 因為這個地方呢,有什麼? 以夜煩惱之力受生的見得有情啊 所以說明什麼?這個地方 就是夜煩惱所受,對不對啊? 所以它就是輪迴 那如果是佛地的話呢,沒有什麼讓夜煩惱的間諜緣故 受生於這個地方啊 那有什麼有情呢?有這個夜煩惱力受生之此地呢? 比如說,以煩惱力所受生的形色究竟天 祝不環國 不環國裡面呢,有形色究竟天啊 那這個形色究竟天的不環國的話呢,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會受生到建立一個色究竟天裡面 所以那這個地方的話呢,說明它就是輪迴 那又有人說,若是暴生 有人說暴生,對不對?如果是暴生的話 周邊是聚眷屬決定 聚法決定 聚生決定 都要聚不亞 他說,如果是暴生的話 一定是什麼呢? 那聚無主決定 那聚無主決定的話呢 就是要聚什麼? 聚屬決定 聚法決定 聚生決定 都要聚不亞 那如果這樣的話呢 那如果這樣的話呢 那麼暴生之義是 有法 理應是聚比一一嗎? 就是啊 那暴生 必須要聚被什麼? 這個什麼? 聚眷屬決定 聚什麼? 聚生決定的話 那暴生相续當中的義是 是 那它是具備以上所說的 這三種的決定嗎? 因為它是暴生的緣故 這樣辯論的啊 那若成許 如果你說 成許是的話 對不對啊? 那 就是有人辯論說 就是有人辯論說 暴生相续當中的意思 是具什麼呢? 眷屬決定 聚法決定 聚生決定嗎? 那這個時候你說 是這樣的話 這就是若成許 這個意思啊 你說是的話 那 聚眷屬決定 對不對啊 你也成許嘛 這樣的話 是唯有菩薩 聖者圍繞者嗎? 還有呢 是 聚法決定的話 那是唯一說 大聖教法嗎? 聚生決定的話 那就是有相好 莊嚴嗎? 成許故 因為你 成許說 它是 就是 暴生相续當中的這個意思呢 你認為是 聚眷屬決定 聚法決定 聚生決定 對不對啊 成許故 若成許 你還是堅持說 是的話 堅持說什麼事啊? 就是 報師相续當中的這個意思 你認為 還是堅持認為 它是有 菩薩聖者圍繞者 還有呢 微說大聲的教法 有相好莊嚴 這樣的話 那第一和第二 易成立 第一和第三 是容易成立的 不需要去見的 就是 那第一是什麼呢? 就是圍繞 有一點不對啊 應該要說 就是 後二者易成 然後第一呢 就是 擇成菩薩聖者 憲政報生之意識 但是 如果你 成許第一的話 你說 報生相续 當中的這個意識啊 是有 大聲的菩薩聖者圍繞 那 既然成許的話 這個 這個就是不合理的 為什麼 這樣說呢? 因為 報生的這個意識啊 它是一切相知 一切相知呢 又是 唯於佛與佛之間 互相現前 所行進 也就是說 這個 所謂的一切相知呢 只有 佛 他們之間 佛與佛之間啊 才可以憲政 才可以現前通達 除此以外呢 所有的 就是 任何的這個 不特其羅 雖然是有通達 但是沒有辦法 現前通達 這個所謂的一切相知 所以呢 包括佛 報生的這個意識 報生的意識 因為它是 一切相知嘛 所以 所以呢 沒有 這個什麼呢 菩薩聖者 沒有菩薩聖者 就是現正通達他 就是沒有的 就這個意思啊 那 對此有人 就是回答說 回答說 報生之意識 不是報生 所以有人呢 又認為啊 比如說 就是見辯論嘛 對不對啊 報生的這個定義 是什麼 報生的定義呢 就是具無決定之色身 那 那 報生 一定是具無決定色身嗎 那 程序的話 你說 是的話 那報生相訊當中的意識啊 是具備五種決定的色身嗎 因為它是報生 見辯的話 那有人回答說 它不是報生 報生 報生的這個意識 不是報生 那這樣說呢 也是不合理的 因為一般而言 意識呢 就是我 意識 就是不特切落 我們一般來講的話呢 意識呢 認為它就是 不特切落啊 所以我們 就是 一直會說 我的意識就是我 對不對啊 我的意識就是我 就是不特切落的意識 就是不特切落 我們都會這樣說嗎 理應是彼 如 現觀便西雲 又 理應報生之意識 是報生 因一般而言 意識是我故 所以呢 現觀便西裡面呢 佛正論是就是說 報生的意識呢 就是報生 因為呢 一般來說 意識就是我 所以呢 報生的意識 就是報生他自己 所以意思就是說 報生的意識呢 我們必須要什麼 就是 必須要程序 他就是報生 那然後又有人說 若是報生 周遍是 巨時決定 巨時決定的話呢 就是 報生的五種決定當中的 就是最後的那個決定啊 那 那這樣說的話呢 就是有人又說 那麼 今天的報生有法 理應是 巨時決定 注視乃至 輪回未空之際嗎 因為巨時決定故 因為它是巨時決定啊 因為是巨五種決定的色身 對不對啊 若程序 如果你說 是的話 什麼是啊 你說 今天的報生 它是 注視乃至於什麼 輪回未空之際 你這樣認為的話 這是不合理的 為什麼呢 筆有法 今天的 筆指的就是今天的報生 今天的報生 李毅明天還注視嗎 那它明天還會注視嗎 因為你剛才堅持說 它是 注視乃至輪回未空之際 對不對啊 情緒故 那 自宗的話呢 認為就是 不周辨啊 也就是說 因注視乃至輪回未空之際 那這個意思的意思就是說 以報生的相續角度而言 堪能延續乃至輪回未空之際 而並沒有說 並不是什麼呢 報生注視乃至輪回未空之際 不是這個意思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報生的這個序料啊 它可以延續到什麼呢 就是 輪回未空之際 那這個在說明什麼呢 就是說 報生呢 它不一定是注視乃至輪回未空之際 因為這樣一來的話呢 就是 會變 會這樣變略嗎 那今天的報生啊 它明天還注視嗎 因為它可以注視到輪回未空之際啊 就這個意思啊 就這樣變來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 就是 時決定 所說的這個時間的決定啊 時就是 注視的時間的這個決定呢 所謂的這個決定時間呢 就是說 報生的 相續的這樣的一個角度來 就是說 它是時決定 它可以注視 什麼呢 輪回未空之際 而不是說 報生今天也在 那明天也在 不是這個意思啊 就是今天的什麼報生 明天還會注視 不是這個意思啊 因為因果的關係呢 因 它不可能 就是 國產生的時候 還會存在 這個是不可能的 就是在國產生的時候 它的因 必須要壞滅 這個就是因果的規律啊 所以呢 呃 現觀心要書 就是節奏集啊 它就是在現觀心要書裡面 就是這樣講的 以思及與相续 而說 而說 禪 我們呢 上一堂課不是講到了這個禪嗎 對不對啊 為什麼佛陀 它就是禪 為什麼一切相知 它就是禪 因為 就是它的相续的角度來講的話 可以延續到什麼呢 延續到輪回未空之際 所以就叫做禪 因為呢 因為呢 世尊雖 連續安住 直至輪回 但於序流上却是無窮 無窮境 它的序流啊 完全是一個無窮境啊 就是這樣 好 好 好 那這個地方 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可惜啦 其實由 剛才聽了 大概有幾個問題 首先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 講到 眷屬決定的時候 那是 講到是 大乘菩薩 看一下 是 是大乘 眷屬決定的時候呢 是聖者菩薩為養嗎 還是大乘菩薩嗎 那剛才我聽的是十地菩薩 還是見到以上的菩薩呢 應該嚴格來說的話是十地菩薩 但是如果從這裡來說 聖 見到以上他不是聖者嗎 是是是 對 但是有些地方他明確的講到十地菩薩 對不對 所以嚴格的說的話應該是十地菩薩 好 這個明白了 那第二個問題呢 就講到爆身的時候 這是應該說是大乘的中藝的觀點吧 嗯 就是小乘呢 他 皮薩薩中和 金布中 他是不成許 有這個爆身的 對吧 是 那第三個呢 就是 就是最後那一個講到是 嗯 賈超傑大師在《憲觀新教書》裡面講到長的那一段 嗯 那 這個長 就上一次 對 上一次說的那個長 就上一次說的那個長 就上一次說的那個長 對 那 那這裡因為他的問題提出來的 他的 辯難呢 說他 就是 不受 應該應該是要受因果的規律所 所支配 嗯 所以呢他就是 呃 今天的 鄉緒 今天的爆身 明天應該還在注釋嘛 剛才您就說呢 因為 果 建立了之後呢 他的因 他應該是會沒有的 對呀 啊 那這個長呢 他也受 受不受這個因果規律的 呃 支配呢 長 這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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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受因果規律的 呃 他也是受到因果規律的啊 呃 就是你上次變的一樣嘛 對啊 對不對 你想要變什麼 就是 你上次變的一樣嘛 你想要變對不對啊 那今天一來的話 那什麼 報聲的相訊啊 對啊 那今天的報聲的相訊啊 明天還存在嗎 對不對 對 就是你以這個什麼 呃 嗯 那這個相訊有法 對不對啊 對 那他能夠什麼 呃 注視 輪魂 衛空之際嗎 如果成許的話 那今天的相訊 明天還存在嗎 對啊 對啊 你就是想要這樣變對不對 是 所以這裡面相訊講的就是 他的相訊的就是 他的相訊能夠延續 延續就延續吧 對啊 他這個相訊是心法 對吧 那不是啊 他是 他是一種 不相異形 不相異形 對 不是色法 也不是心法 就跟我們一般凡夫的相訊 心相訊 那個是不一樣的 呃 心相訊啊 心相訊也是不相應形 他不是心法 也不是心法 你只要是提到相訊 他就是什麼 不相應刑法 對啊 那這一個 常恩 師跟相訊 在安住之之輪回未空 所以序流呢 是無窮無盡 他這一個只是 世尊殘有嗎 就是實地菩薩都沒有啊 實地菩薩 實地菩薩嗎 對啊 實地菩薩的相訊 他也沒有這一個的功德 對吧 嗯 他的心相訊啊 對啊 他的心相訊 對 而說常嘛 他從這裡來講 就是我的問題呢 就是 嗯 解決 剛才聽您說呢 我就解決了上一堂課的問題 但是引申了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個是 是 世尊的相訊 他是可以 是是是啊 報生的相訊 報生的相訊 那如果 實地菩薩或者說 反覆的相訊呢 他有沒有這一個功能呢 對啊 反覆的相訊 也可以 也可以延續到 什麼呢 也可以延續到什麼 輪回未空之際 對不對 可以啊 可以 但是我們不認為實地菩薩和凡夫是報生嗎 對 嗯 所以就是從他的相訊 延續的角度來什麼 決定什麼 就是這個 實 實決定的話 那就是凡夫啊 實地菩薩 他們的這個相訊 都是一樣 對不對啊 對 因為不管是任何一個什麼友情啊 他的這個相訊呢 他的這個相訊呢 他就是 一直到成佛 都不會 就是什麼 間断 對不對 不會間断 我 我是這樣理解啊 因為我當時 剛剛在聽的時候呢 那就是只能 只能這樣回答吧 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 就是 就是從他的相訊延續的角度來講的話 那 就實地菩薩 就是 這些問題都會跑出來嗎 實地菩薩 還有包括一般的友情 凡夫 對不對 對 對 他的相訊啊 也可以延續到什麼 就是 輪回未空之際 他也有這一個的功能 就是 凡夫跟聖者和實地菩薩 但是有沒有啊 我們再可以去討論 我不是說 決定世界的 那可以 可以從另外的一個角度來去回答 比如說 實地菩薩 凡夫 他們的相訊 可以延續到什麼 輪回未空之際 但他不是實決定 因為啊 因為他們的相訊是 不有自主的 這樣的一種 延續到輪回之功 對不對啊 但是佛不是這樣的 他是自由 對自己的心相訊是 已經獲得了自在 對不對啊 自在的方式 他能夠延續 到什麼 輪回未空之際 從這樣的角度來講的話 那其他的這個問題 都不會 不會 從這個角度來 對 自在 不自在 對 佛 他的相訊 能夠延續到 未空之際 是自在 對不對 但其他的 他不是自在的 所以說 就看你自己是怎麼理解 對不對啊 每一個人對 這個 什麼 他的內涵 是有不同的理解啊 有不同的理解 好 不是查 要改回來 就是周辯與 因 就是因呢 這個 什麼 就是正因的那個因啊 不是因果的那個因 就是 就是 什麼 周辯與因 對不對 對於周辯與因的這個斷真嘛 我看斷真是在 我看斷真是在 第幾句先 就是 標題 就是 科判 第七句 科判 對 好 那還有什麼問題啊 請教那個 有兩個問題 請教 這樣說清楚嗎 嗯 沒有 可以 那個 第一個問題就是 浴世世我 是實地菩薩的境界嗎 這個第一個問題 那第一個問題是 浴世世我 是 為世中的成習 那中關中 自我為成習這樣子嗎 以上兩個問題 請問一下 嗯 意思是我 他不是 為世中的這個 這個 觀點啊 為世中的話呢 他有 他有 兩派嘛 第一的話 是 成習阿賴也是 這樣的一個 為世中 另外呢 有一類的話呢 他就是 完全不成習阿賴也是 那如果是 成習阿賴也是的 這個 為世中的話 他認為這個意識 不是我 阿賴也是 才是真實的我 所以說 所以說 成習阿賴也是的 為世中的 角度來講的話 那 就是 是 不特其羅的 這個意識呢 他不是 不特其羅 不是我 對不對啊 那 不特其羅的這個 我到底是什麼 他們認為 阿賴也是才是 真實的我 所以啊 他們認為是 有巴士嘛 那 然後呢 不成習阿賴也是 的為世中 來講的話 那 他們認為呢 他們認為的話呢 意識就是我 因為沒有什麼巴士的 這樣的說法嘛 對不對 那 你的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第一個問題是 意識是 我是俗地菩薩的境界嗎 意思是我呢 不是什麼 針對的是 十地菩薩啊 意思是我呢 一般來講 意思就是我 因為呢 我們的意思就是我嘛 對不對 你的意思就是你啊 他的意思就是他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會說 你說 那個就是說 那個就是說 我的問題是說 實地菩薩的境界 是在於 意識是我的境界嗎 還是有更高層次的境界 實地菩薩的境界 是在於 意識是我 有更高層次的境界 這個我不知道 嗯 這個我不知道啊 這個問題是 可能 可能我的問題有問題 意思是 我是不是 實地菩薩的境界 意思是 你說的這個境界是什麼 如果我們用那個 意識 我也是來講 跟中觀來講 實地菩薩是不是已經 正入空性的那個境界 才是 那個實地菩薩的境界 空性 那 意思是我 如果 以意識是我的角度看 那個 實地菩薩是不是 這個程式是一樣的 剛才 好像 有講這一次吧 意思是我 那個實地菩薩的境界 實地菩薩的境界嗎 是這樣嗎 意思是我 是不是實地菩薩的境界啊 嗯 比如說 比如說實地菩薩 實地菩薩的這個意識的話呢 是不是意識 意識是不是不得其樂啊 比如說 按住於根本定 對不對 按住於根本定的 這樣的大聖的聖者來講的話 那他的意識呢 只有我 沒有什麼其他的 這個就是他的境界啊 他在入定的 對不對啊 就是 現前入定於空性的時候呢 他的意識 就是 只有我 沒有什麼其他的 他心相學當中的 所有的意識就是我 他的那個什麼 我 指的就是意識 也就是那個根本定 沒有什麼其他的 好 好 我再理解看看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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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 我問一個問題 就是 我決定裡面說 第二第三是容易成立的了 那麼第一是 是有質疑的 就是說如果它是有聖者眷屬所圍繞的話 那麼就成了菩薩聖者憲政暴身的意思 對對 這裡面怎麼連接過來呢 因為暴身的意思周邊有聖者菩薩為賴 對對對 如果有菩薩圍繞者的話 那菩薩它可以憲政這個意識 這兩個怎麼連接起來的呢 為什麼說有聖者菩薩圍繞的話就可以說 就推到出來聖者菩薩憲政暴身的意思了 比如說幾個人圍繞著電腦的時候 你說他們可不可以憲政這個電腦 它可以憲政也可以不憲政嘛 為什麼不憲政啊 你坐在他的旁邊你還不憲政 你還看不到這個人嗎 看不到這個東西嗎 比如說幾個人繞著你的電腦 那除非是他睡覺了對不對啊 那不然的話他為什麼沒有必要 他可以看得到嗎 你說是不是啊 那除非他睡覺了那就看不到了 那如果就是說如果聖者菩薩沒看到這個暴行的意思 他就不會圍繞著這個暴行的意思 嗯 什麼 再說一遍啊 如果聖者菩薩如果沒憲政暴行的意思 也就是說沒看見那個暴行的意思的話 他就不會圍繞著這個暴行的意思 那應該不是這樣吧 就是你十地菩薩呢 他圍繞著這個意識的話 有這樣的情況的話 那沒有理由他能夠什麼呢 不憲政這個意識 就像幾個人啊 就像幾個人圍繞著一個東西 對不對啊 那他沒有理由看不到這個東西啊 除非這些人睡覺了對不對 或者是眼睛閉上了對不對啊 那換一種說法的話 就是說聖者菩薩要圍繞著暴行的意思的話 他就一定要限制暴行的意思嗎 對對對啊 如果圍繞著的話 如果圍繞著的話 那一定要限制這個意思 就這個意思啊 那就從這個角度來推達 對對對 如果他是圍繞著這個意思的話 那沒有理由不限制這個意思 必須要限制 那這樣一來的話呢 那這樣一來的話呢 就是有限制什麼 什麼 報生的意識的這樣的菩薩聖者了嘛 對不對 這是不能程序的 對的 這是不能程序的 就這個意思啊 好 這樣可以嗎 可以 這樣理解了 好好 那第二和第三就是 後聯者的話呢 比較容易成立 那怎麼容易成立啊 這個是我自己說的 因為 因為呢 不會有人說 意識啊 他有這個什麼 三十二項專頁嘛 對不對啊 還有他會說 還有會說大聖法 意識怎麼會說法 對不對啊 不會吧 還有嗎 所以看一下自宗啊 所以看一下自宗啊 報生居住的所謂就近天是超越近居 近居有八處嘛 對不對啊 有八處啊 那前三處的話呢 就是反覆居住的地方 後五處呢 就是聖者居住的地方 呃 就是說 這個色界呢 它是進來的 色界分為 就是四處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就是初場 第二場 第三場 第四場 那 第四 第四 這個天界啊 它又分為 就是 八處 八處呢 前三處 啊 我記得就是 應該是 凡夫的 後五處的話呢 就是 近居 也就是說 聖者 啊 這樣的啊 所以 所以 近居 指的就是 呃 第四 第四 近律呢 分為 八處 那 其中的就是 後五處 就是什麼 近居 那 最後的那個呢 就叫做什麼 色旧 近天 對不對啊 所以呢 超越 這個 近居的色旧 近天的 第二種色旧 近天 所以說 它是 非 輪迴的 這樣的一個色旧 近天 名為什麼呢 滅眼插土 是 色界 十八處天 那 也就是 暴身 居住的地方 因此呢 暴身 必須是 天人 身 所 一 所以啊 我們就是 呃 我們就是討論這個 暴身 他既然是 伯特 其羅的話 那他就是 人 還是 天 去這樣判斷的話呢 他就是 天人 因為他是什麼呢 色旧 近的天人 所以啊 暴身 他是屬於天人 他不是人 就這樣啊 所以 所以 暴身 必須是 天人 所一 那 暴身的意識呢 雖然是 暴身 這個呢 自宗是承認的 暴身的意識 當然是 暴身啊 不然的話 暴身呢 我們去在他的 五蕴 當中去 尋找的時候 完全找不到 暴身的任何的 這個事項 這個是必須要 承许的啊 就是 中官 秩序派一下 必須要承许 那 中官 應成派的話呢 他們認為 暴身的意識 不是暴身 因為在五蕴 當中尋找暴身 的時候 什麼都找不到 什麼都找不到 是暴身的一個問題 所以呢 他認為啊 暴身的意識 不是暴身 就這樣 所以 秩序派以下呢 任何的一個 不特切羅 他的相续的意識呢 一般來講 就是他自己 那 包括呢 暴身 暴身的意識 就是暴身 不是說 暴身的所有的意識 就是暴身 不是這個意思啊 一般來講 暴身的意識 就是暴身 你的意識 就是你 但是你的意識 不一定是你 對不對 有 有 有什麼 好多的 就是 有各種各樣的意識嘛 不一定是我們呀 不一定是 不特切羅馬 所以呢 暴身呢 暴身的意識 是暴身 也 不具 無 無 決定 自作認為的話呢 他不具 無決定 這個意識啊 我講的是意識 意識呢 他 沒有具足 五種的決定 但是 可以說 其被五種決定 出折成立 為什麼說 暴身的意識 是暴身呢 因一般而言 意識就是 我 故 靈印是比 因為 金云 叫金中呢 就是有見的一句啊 就是 因善調伏心 心 調 能引頁 所以 我們只要是 調伏這個心的話 那心 它可以什麼呢 能引 到我們快樂 對不對啊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個心 就是我們 心調伏了 就是調伏我 調伏了我的話呢 就是我們可以什麼呢 引發什麼 來生的這個快樂 所以我們都會說 我的心 對不對啊 我的心嘛 然後 或是親菩薩 是是親嗎 不是是親啊 就是親辯論師呢 在分別 世上論當中呢 也說 於世上直接安利我 也就是說 世這個上面呢 這個世 我們可以直接命名為他 就是這個意思啊 世上直接安利我明 意思呢 意思呢 就是說 伯特切羅的這個意識 它可以直接叫做我 可以說是我 可以秘密它是我 為什麼呢 富一世能取後有 後就是來生 有 就是輪迴 因為 我們的這個意識啊 造業 然後呢 它可以受生到來生 對不對啊 可以引發來生 來生的輪迴 無際的輪迴 說明什麼 就是都是它造的嘛 對不對 就是我 故事是我 佛故 就這樣 所以呢 不特切羅的意識 就是不特切羅它自己 然後第二呢 也不具無決定 這就是第二啊 爆生的意識 雖然是爆生 這個就是第一 第二呢 也不具無決定 就是第二 第三 但可以說 其被無種決定 這個就是第三 那我們先說 第二 那第二成例 若不如此 就是從 反面的角度來講的話 它應該是不具備無種的決定 那如果你堅持它是具備無種決定的話 就是 若不如此 就是這個意思啊 爆生的意識 則成為 唯有菩薩圍繞 菩薩圣者圍繞 有向好專演 宣說大聲教法 若成立 如果你還是堅持是這樣的一個情況的話 你的意識 則成為 由言而穿著會說話等等 故不應理 那這樣的話呢 就是你說 佛的意識 它會宣說佛法 那你堅持見 回答的話 那你的理由是什麼 對不對啊 因為我 因爲什麼 爆生 它是能夠宣說佛法的 所以呢 它的意識也是宣說佛法 是見嗎 你是真因爲佛 爆生 能夠宣說佛法 所以你說它的意識是宣說佛法嗎 那這樣的話 你的意識 就是 你的意識也會說話嗎 因為你會說話 就這樣 這個邏輯啊 那你 爲什麼 要堅持的程序 佛的 什麼爆生的這個意識 是有向好專演呢 理由是什麼 如果你是因為 爆生 它 就是有向好專演 所以呢 你認為爆生的意識 也是向好專演 那這樣的話 你的意識呢 有耳朵 有眼睛 有穿著嗎 因為你有耳朵 眼睛穿著等等 這樣的對不對啊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邏輯來說的話呢 就是說 爆生的意識啊 它 不具 什麼 就是 深決定 也不具 法決定 也不具 這個什麼 決定 那第三的話呢 但可以說 其背 無種決定 這個地方 第三 潛力 那 在這個地方呢 把這個具 和其背呢 就是分開地講的 對不對啊 雖然是它不具 無決定 但是其背 無決定 就是賤的意思啊 那為什麼 這樣說呢 第三成例 《誓戀論善行秘义書》 就是 父親的善行秘义書啊 那 善行秘义書裡面呢 有賤的一段話嗎 自宗 報生相续中的意識 為報生之事項 此為說 宗益者 破阿賴也之 自序派以下 觀點皆為一致 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說 他把不承许的 這個阿賴也之的 自序派以下 就是包括自序派 為什派 然後呢 等等這樣的 都認為 報生 都認為啊 就是說 不特切諾的意思 就是不特切諾 就是這個意思啊 那 賤說的話呢 就是有人 對此呢 就是有賤的一個問題啊 有人說 有允 報生相续中的意識有法 靈是具無決定之色身 報生相续當中的意識啊 它是報 就是什麼 它是無 無決定之色身嗎 因為是報生的緣故 因承许 因承许 因呢 就是剛剛講的 因為是報生故 這個 你必須要承许 當然 對不對啊 報生相续當中的意識 就是報生嘛 那 若承许 如果你說 報生相续中的意識 有法 靈是具無決定之色身嗎 如果你承许的話 若承许 就是這個意思啊 你說 是的話 則承有自憲 正 什麼呢 菩薩聖者 還有呢 有相好專業 那這樣的話呢 它是具無決定嗎 那這樣的話 具身決定嗎 如果你說是的話 那 是什麼 菩薩聖者圍繞著的嗎 那這樣的話 它的意思是 菩薩聖者現場能夠通達嗎 就是這樣啊 那如果 如果你認為呢 它是什麼 深決定的話 具身決定的話 那有相好專業嗎 那這個意思有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嗎 那 就想見辯論嗎 那 那 不周騙 靈應比具 無決定 應比氣 比無種 無決定 故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說 自從認為的話 不周騙 也就是說 具無決定的話 具無決定的話 不周騙 就是說 由菩薩聖者圍繞 有專業 有相好的專業 相好專業 然後 宣說 大聖教法 沒有必要之言 那為什麼你說 具無決定呢 因為 它 其背了五種的決定 所以說 具無決定的這個意思呢 就是 其背 其犬五種的決定的意思 所以 叫做 具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 具呢 它就是說 進一步的 詳細的 介紹 它的這個 具的這個概念 為什麼說 具足呢 因為它是 其背了五種 的決定 所以叫做 具無決定 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是 認為的話呢 就是 就是 暴心的這個意識呢 它是具無決定的 因為它是 其背 五種決定的緣故 就是 想要 這樣說 那怎麼 其背 五種決定呢 別上面 也就是說 暴心相续中的 意識的上面 它 聚集了 五種的決定的緣故 為什麼 怎麼具背啊 怎麼 怎麼具體啊 它呢 就是 這個 其背呢 再做一個 深入的解釋 那 怎麼其背 五種的決定呢 它說 它的上面呢 就是 具體了 五種的決定 所以 把這個 其背呢 它把它 解釋成 就是 聚集 聚集 那這個意識上面呢 它怎麼聚集 五種的決定呢 因為 比意識 所依 唯於 暴心之 運 事 所以它說 就是 暴心的意識 存在的這個 暴心的運體 也就是說 暴心 它的這個運體的話呢 它是有 向好莊眼 唯居住色究竟天 唯有菩薩 聖者圍繞 那 比意識所依的這個 這個暴心的 與 它的口 對不對啊 它會宣說 大盛的佛法 所以呢 就是 認為 它是決定的 具 五決定 所以在這個地方 就是 《詩戀論上寫秘書》裡面呢 秘書裡面啊 它就是這樣 一步一步的 深入的 跟我們 就是 解釋這個 具的 具的 這個什麼 含義 首先呢 就是說 為什麼它是具足 五種決定 然後在深入的 解釋的時候 因為它是 其背 五種的決定 然後 怎麼其背呢 因為它的上面 聚集了 五種的決定 對不對 就是 一步一步一步的 這樣深入的 做解釋的 那 然後 怎麼聚集呢 它說 它的身上 就是有這樣的 五種的 決定啊 就這個 到最後嘛 我們舉一個例子的話 就是這樣 比如說 比如說 我們的意識 我們的意識呢 它是具五根的 眼而鼻舌身 它是具五根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我們會說 如果有人說 那具五根的話 那具眼睛嗎 它有眼睛嗎 它有耳朵嗎 它有什麼什麼嗎 這樣說 辯論的話 我們會說 不周片 對不對啊 因為具背的話 不一定是有 我們的意識 它雖然具備了五根 但沒有五根 它是這樣講的 那對方呢 又問我們啊 那你說 具備 就是具五根 你的意識是具五根 但是呢 又沒有對不對啊 意識上沒有五根啊 那你怎麼解釋它是具五根呢 所以我們會這樣解釋啊 我的意識呢 它是具五根的 因為我的意識 它是具備五根 那怎麼具備五根呢 因為我們的意識上面 是具集了五根 怎麼具集五根呢 因為就是我 一般來說 我們對不對啊 就是 就是假立的 假有的這個 這個不特切羅上面呢 它是具備了 言而鼻舌身五根 所以說 因為假有的 不特切羅上 具備了五根 所以 必須要什麼呢 實有的這個意識的 不特切羅 要具備五根 就是建立的一個邏輯啊 就是建立的一個邏輯啊 那這個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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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種的這個 就是說法 那我們 那我們就 這樣一來的話呢 就是會說啊 如果假有的這個 這個不特切羅啊 就是 假有的不特切羅身上 具備的話 那實有的不特切羅意識 也要具備嗎 那這樣的話呢 就是 你的假有的 就是你在說話的時候 你的意識也在說話嗎 我們可以見辯論啊 因為你說話了嗎 對不對啊 你的意識也在說話嗎 因為你說話了嗎 所以反過來呢 我們從今天的一個角度來辯論的話 還是有些問題的啊 就是 就是意識 具備的原因呢 理由你說 是 假有的這個 不特切羅上 具備 那這樣的話 假有的不特切羅上 具備的話 那意識上 要具備嗎 對不對 那 還是程序的話 那假有的不特切羅做什麼 意識也必須要做什麼嗎 這樣的話 假有的不特切羅說話的時候 意識也在說話嗎 可以見辯論啊 那然後呢 就是有些人的話呢 他是這樣回答的 與根本理應 打遠不周遍 是 程序相違 應該要 是 與程序相違 與程序相違 根本理 根本理 根本應勁啊 根本應勁啊 這個地方不是 因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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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勁 根本應勁 根本應勁呢 就是 剛開始辯論的那個 那個論事是什麼 看最上面的 看最上面的 有云 報聲相違中的 意識 有法 臨時 具無 決定之色 誰嗎 因為是 報聲的緣故 這個就是 根本的應徵 根本的 論事 那這個地方你說 不周遍的話 你認為 你回答說 不周遍的話 那 你就是什麼呢 跟自己的程序 是有相違的 怎麼相違啊 因為你說 這個什麼 嗯 在說這個 報聲的 性 性相的時候呢 就是 具無決定之色 是嗎 對不對 那 那你又說 報聲不一定是 具無 什麼呢 具無決定之色 身 那這樣的話 前後 不是相違 前後就是矛盾了嘛 對不對 是 與 程序相違 那為什麼會相違呢 因要程序 具無 無決定之色身 意思是 具無決定之色身故 或者 在這個地方啊 所以呢 還有一個 另外的一個 說法 就是 是 雖有現正 報聲 自 反 體 自 反 體就是本身 報聲的自 反體就是 報聲他自己啊 沒有什麼其他的 那 也就是說 那 報聲本身呢 有現正 有現正 報聲本身的 這樣的 菩薩 聖者 還有呢 報聲本身呢 是 有 向好所 專眼 但是呢 他的 積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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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就是他的 視力 他的 視像啊 報聲 在他的 武運當中啊 去找一個 報聲 到底是指的是什麼 這個時候 我們找到的是 他的意識 意識才是 報聲 對不對 所以 報聲的 積反體 指的就是什麼 報聲的意識 但 當之於 報聲的意識 比不堪能之差別 詳細 另有解釋 另有解釋 在哪裡啊 哪裡解釋過啊 就是 現觀辨析 對不對 現觀辨析 裡面呢 就是有 意思就是說 意思是這樣的 如果這樣辨論的話 如果這樣辨論的話 對不對啊 報聲的意識呢 它是 具五種決定之色深嗎 因為它是 報聲的緣故 我們可以說 不糾騙 就是 此不糾騙 意思就是說 一般來說 是 具五種決定 但 報聲的意識 它不具備五種的決定 就這個意思啊 那 這個呢 會在其他的地方 會解釋 那 這段文 這段文意的總結 有人說 報聲相訊中的意識 有法 是具五 決定 之色深嗎 因為是報聲的緣故 這樣一來的話 那 有兩種的答案 就是上面的這個 上寫密語書裡面 我們總結的話 就是它有兩種的這樣的答案 就是 讓我們去選擇 就是一個選擇性啊 第一呢 有人說 有人說 有一類 打說 成許 他說 直接說成許 對不對啊 色深的 報聲的意思就是 報聲 它必須要具備 就是 無決定 因為 具無決定的色深 就是報聲的 性向 那 然後另外有 就是另有一類呢 它就是打說 不周片 因為是色深 它說 不周片 一般來講 一般來講 報聲呢 因為是色深 不是因為色深 因為是報聲的緣故 這樣一來 他說 就是不周片嘛 它的意思呢 就是說 一般來講呢 報聲 它是具 無種決定 但是 報聲的意識 不具備 無種的決定 它是想要這樣回答 所以呢 自宗的話呢 就是這樣的 現觀變心 易云 理應 沒有其被 無決定之 智慧法聲 應成許 故 那不能成許 自宗認為的話呢 你不能成許說 沒有其被無種 無決定的 這樣的智慧法聲 這個是有的 那 舉例說明的話呢 因為報聲的意識 它就是 其被無決定的 這樣的智慧法聲 為什麼 它是見呢 因為報聲的意識之上 其被無種決定 自宗的這個說法呢 還有 有人呢 就是問啊 就是這個 觸決定的這個部分啊 五種決定當中 觸決定 觸決定呢 它 它 就是說 它 就是 它 直註於 這個 直註於什麼呢 密眼插土嗎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呢 有人認為啊 就是 就是 它 所 化生的 變化的這個人 它變出來的那個人 對不對啊 按照於 最後 最後流 最後流的無間道是什麼 就是 即將 在第二刹那 就是要成佛得見的菩薩 這個就叫做什麼呢 做於最後流無間道的菩薩 那它呢 就是 之前應該會有一些 就是 它的化生 在世間 利益有情 對不對啊 比如說 在人間嘛 那有這樣的一個化生 人的化 就是說 最後流無間道的菩薩 它變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化生 就是在人間利益有情啊 那這個時候呢 比如說 那這個無間道的菩薩呢 當住於最後流無間道的菩薩 在密言刹土成佛的時候 在第二刹那 他剛剛成佛的時候 那這個化生呢 他的化生的這個人啊 在人間成佛 還是在密言刹土成佛 那大家說 他是在哪裡成佛啊 在密言净土成佛 嗯 出者是不能成許的 對不對 在人間的話 那就是欲見嗎 在欲見成佛 還是在密言刹土成佛 在欲見成佛呢 不能成許 因為諸佛不能在 不可能在人間成佛 如雷且金雲 欲見幾無色 不予比成佛 色界就近天 裏欲的菩提 所以呢 那諸佛的話 他不會在欲見 還有呢 五色界當中 是完全不會在那個地方是成佛的 那他成佛的時候 在什麼地方會成佛啊 成佛的地方又是什麼呢 就是色界無盡 色界就近天 裏欲的成佛 裏欲的話呢 指的就是佛 佛 他就是在色界就近天 那個地方成佛 色界就近天啊 就是我們剛才也不是講 色界呢 只是有 就是屬於輪魂的色界 和非屬於輪魂的色界 這樣的兩種 在這個地方講的色界就近天 就是不屬於輪魂的色界就近天 就是在密眼插圖啊 在這個密眼插圖 裏欲佛 在那個地方得無上的菩提 那有志者認為呢 雖不是在欲界成佛 但在欲界所依成佛 那有些人認為的話呢 意思就是說 十地菩薩呢 他就是變出來的這個 人間裏面的這個 他的化身這個人呀 當這個十地菩薩呢 他按住於什麼 最後六五間道 然後呢 當他成佛的時候 那這個人間裏面的他的化身呢 不是在人間成佛 也不是在欲界成佛 但是 人的這個 所依上是成佛的 就這個意思啊 也就是說 人的身體上 意思呢 他不會 他怎麼說 這個化身的話 他 他不會突然呢 轉為這個天人 然後成佛 不是這樣一回事 就是這個意思啊 他就是人 就是在人的身體的 這樣的一個 情況下 他就是成佛的 但是不是在欲界 所以呢 不知道怎麼回答 好 那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那這個地方呢 大家就是 下課之後再仔細的看一下 如果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下一堂課再討論 因為今天就時間差不多了 所以快要那個 兩個鐘頭了 那我們就到這裡啊